众生皆苦唯有自度 子女等等 每一样都需要真金白银来支撑 如果经济状况堪忧 就会活得心酸又憋屈 去年在江西南昌地铁一号线上 一位孩子玩丢了五块钱的地铁票 妈妈推仓他 打他 今年七月份的一则新闻中 因为四百元锅炉费 一位女子和自己一岁多的儿子 被丈夫抛弃在高速路上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 罗子军的妹妹罗子群 因为没有固定收入 在美发店办了两千元会员卡后 被老公拳打脚踢 人人都说黄连苦 但没钱的苦要胜过他千百倍 所以多花点心思赚钱吧 对待工作要认真钻研 一旦成为了行业标杆 就打造出了个人名片 形成了无形资产 对待爱好要用心精进 一旦做到了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专业技能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变现 对待收入要规划 要理财 理性消费 谨慎投资 在不降低生活品质的前提下 力争做到让钱生钱 总之为了活得有底气 有尊严 朝前看 向后转 就对了 第二苦 疾病缠身 健康是最大的资本 他唯一 名气财富 成就等等 都是一后面的零 一旦一消失 后面的零再多再大 都将毫无意义 但很多人并不重视他 直到失去了 才悔不当初 演员李冰冰在澳洲拍戏时 一场大病让他高烧不退 连着21天嗓子化浓 痊愈后 他意识到 我虐不起自己了 他真的会废 演员刘德华为了把戏拍好 开过飞车 跳过高楼 2017年还从马背上摔下 造成盆骨严重撕裂 做了两年多的康复训练 才重新站了起来 他坦言 现在无论做什么 总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哲学大师斯比诺沙说 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 曾公布过一条健康公式 健康等于60%生活方式 加15%遗传因素 加10%社会因素 加8%医疗因素 加7%气候因素 如果不想受疾病缠身之苦 那就从今天起 在生活习惯上坚持自律 饮食方面要荤素搭配 要多喝热水 不暴饮暴食 行动方面要少熬夜 睡眠充足 坚持锻炼 情绪上要多感恩 少抱怨 脾气小一点 小声大一点 只有这样 才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把用在医院排队的时间 用来陪伴家人 追求梦想 第三苦 亲情淡薄 中国人历来 把亲情和和睦 看得特别重 李济云 父之都 兄弟木 夫妻和 家之肥也 意思是说 父子亲近 兄弟同心 夫妻恩爱 财富就会自然聚集起来 简而言之 就是家和万事兴 由此可见 亲情浓厚 家庭和睦 是为人之根 兴家之本 但随着时代高速发展 人们背井离乡 去异地求学 谋生 把故乡变成了他乡 把亲人 家 抛在了身后 也把亲情 稀释得越发淡薄 就像一则 公益广告中 演绎的那样 除夕夜 老母亲把饭菜 热了一遍又一遍 电话也响了一次又一次 全是女儿们 工作忙 不回来了的说辞 后来他索性 不倒腾那些 卑卑斩斩了 坐在嗡嗡作响的 电视机前发呆 背影 落寞孤独 好像整个宇宙苍穹 只剩他一个人 撇开广告不谈 现实生活中 父母的阴阴期盼 常常让我们 溃为人子 但一转眼 写不完的报告 做不尽的PPT 没完没了的会议 就把每一分钟 填充得满满当当 家给我们能量 亲情能给我们滋养 只愿花长开 月长圆 我们不用伸出 可求的触角 在异乡的酒桌上 借推杯换盏 来大醉一场 躲过思念之伤 第四苦 求不得 生而为人 各有执念 有人追求生命显赫 有人想要家财万贯 有人希望美人在侧 但通常我们寻找 我们想要的 上天却只给 他愿意给的 如此一来 求而不得 或者所得非所求 变成了人生常态 这其中的心酸和痛苦 自然是不可与人言说 只好独自消化 但其实 没有人的人生 是时时顺心 事事如愿的 多多少少 都会有所缺失 就连佛祖都说 我们这个世界 是婆娑世界 其中的所有事物 都是不圆满的 人生不如意识 时有八九 换个角度想想 求不得 不等同于失败 如果我们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求什么就得到什么 太过一帆风顺 大概也会腻尾 然后心生厌倦 而不再珍惜 某种程度上 缺憾也是一种 多姿多彩的美 求不得是常态 不圆满是生活 运气太好 反而会物极必反 乐极生悲 第五苦 看不透 人生在世 会有很多一难平 全力以赴追梦 却还是以失败告终 一心一意爱人 但仍然走不到白头 诚诚恳恳交友 可依然半途而散 我们会在深夜 辗转反侧 自我责问 为什么人生这么累 但其实 所有的得失 成败 聚散 都是人生的经历 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必为此 化地为牢 自我折磨 苏世有时云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无论晴天 雨天 都是没有分别的 只是一刹那的 气候状态而已 哲人说 如果把人一生中的 获得和失去相加 得到的结果 必然为零 我们所有的 进和出 自有定数 人生这一场苦旅 谁都想锻炼出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的境界 当我们对得失 不计较 对成败不纠结 对聚散不烦恼 才算是看透了 世间万事万物 才能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豁达过好这一生 第六苦 放不下 生而为人 总是想抓住一些东西 比如功名利禄 金钱富贵等等 于是 我们置顾于得失 盈溢于名利 投入到捍卫 掠夺 厮杀 非常之累 抓得再多 求得再杂 不如放下 不忘求 不贪多 持一颗知足心 过一世 乐活人生 柳宗元 在副版传中 提到一种 叫做副版的小虫子 这种虫子 爬行时 遇到东西 总是抓去过来 东西越背越重 即使非常劳累 也不停止 有人看他累 就帮他 把背上的东西去掉 可是他不干 只要还在爬行 他就会 把被拿掉的东西 抓过来 重新背上 还不断地往上加 往上加 直到累死为止 人生这场旅程 我们就像这只虫子一样 想要把功名 富贵 理想 责任 道义等等 统统都背在身上 但其实身体的承重量 是有限度的 背得越多 身上越沉 人心越累 只有事实放下一些 才会减轻压力 轻松赶路 常言道 举得起 放得下的是举重 举得起 放不下的 叫做负重 人生也是如此 人生总会苦过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当我们熬过了没钱 疾病 分离的苦 才会珍惜 岁月静好的余生 熬过了求而不得 看不透 放不下的苦 才会活得 进退有度 于华在活着中说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 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 人生也许很苦 但我们可以选择 用自己的方式 让它看起来很甜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